入境居隔缩短为10天 还没多久 本土群聚案连环报 境外移入确诊数字疯狂飙 首都市长对中央提出警告 4月疫情有可能反复 特别是这样 入境的隔离时间在缩短 我看迟早会穿破 这是专业判断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入境的数量 迟早会攻破 我觉得这样守不住 每天境外一路 就怕境外一路案例暴增 会压垮台湾医疗体系 柯文哲说 政府开放的胶部不能急 一下子开放数量太多 我们也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隔离政策 不可能一直玩下去 医院跟确诊者有接触到 你觉得还是不用居家隔离 最后应该会这样 防疫的策略终究还是要改 像英国根本 连确诊都不隔离了 但是我是主张慢慢开放 难道大解封遥遥无奇 柯文哲说 以科学经验 就算新冠病毒再怎么可怕 疫情已经快到底 我估计不管怎么样 到了明年 这个疫情还是会结束 因为从2018年 西班牙流感的历史来看 不管闹多严重 两三年疫情还是会过去 台北市26号周六起 国高中职室内外窗地 将全面恢复开放 唯独病毒与重启正常生活 这条路各县市走得战战警战 记者张昭鹏 陈宜荣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宜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宜荣